大家好,我是Edwin 今天我們來看看這對X-Round Arrow 低延遲真無線藍牙耳機 包裝很有趣 有動畫給你看 上下上下這樣動的 打開盒子裡面有兩款不同的耳膠給你選擇 一款叫做X-Round Sound Isolation的耳膠 第二個叫做Spinfit的耳膠 右邊這個黑色的耳膠就是Sound Isolation的耳膠 左邊這個就是Spinfit的耳膠 每一款耳膠都有不同的尺寸 這一款耳膠左隔噪音的能力就比較好 這一款耳膠就比較貼合你的耳朵 時間關係我已經換了這個Spinfit的耳膠上去 你會看到這個耳膠是橙色的 這個就是Spinfit的耳膠 這對耳機第一個給我的感覺就是它非常輕 連同耳機裡面都是52.4g 只是一隻耳機的話就是4.3g 然後來看看耳機 上面寫著X-Round 然後有兩條的這個界線 這個位置有一點曲線在上面 這個位置就有一個凹位 讓你打開它 打開它之後就拿到耳機出來 它是這樣的 大概有一點像AirPods的設計 這個位置就是第一支咪 後面這個位置就是第二支咪 然後這個整個位置都是一個觸控的位置 連接了之後 按兩下就是播放暫停 然後在這個位置上下這樣推的話 就是音量的控制 向上推 放大一點音量 這個操作很多耳機都做不到 我很欣賞他們在這個位置放了一個很小 很靈敏的觸控板在上面 而在左邊的耳機就是上一手和下一手的 事不宜遲我們試一試它低延遲的功效 我們又打開這個遊戲 然後 把這個耳機放在盒子裡面 你會看到我的手一放開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發出火光 這些火光 和這個發出的聲響 理論上應該要同步 現在你在聽的就是iPhone喇叭發出的聲音 我們再試一次 你不要看我的手指放開這個位置 你要看的位置就是這個火光的位置 火光和聲音應該要同步 我們試了這個手機的聲效之後 我們試一試這個耳機的延遲 App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有Music mode 以及Gaming mode 我們試一下在Music mode的時候 試一下它這個延遲有多嚴重 放手的時候 你就要留意火光和聲音的延遲 這個就是Music mode之下 所得到的效果 我們之後就轉去Gaming mode 一個低延遲的模式 看看DELAY有沒有改善 留意火光和聲音之間的延遲 這個就是遊戲模式下 所得出來的效果 然後讓大家看看電影 看看John Wick 之後就說到App App有這個Music mode Gaming mode 剛剛也說了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customize的EQ 裡面也有幾個Preset 給你選擇 然後下面這裡就看到一個 X-Round Light Surround Sound 它就會令到耳機播出的聲音 比較有環迴立體聲 模擬7.1的感覺 然後在Settings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Side tone 即是你帶著這對耳機說電話的時候 就會聽到自己說話 然後還可以設定這個觸控板 你要怎樣使用它 App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試一試耳機的音質 我們另一另一面 在我設定相機的這段期間 就去一去廣告 Eternal 永恆聖約 由日本超豪華陣容製作 包括國民遊戲 Final Fantasy 御用畫師 牽野起效 負責人物設計 日本遊戲開發商 Asobimo 最新 MMORPG 作品 日本得獎音樂團隊 Monica 擔當配樂 本年度最足目 MMORPG 手遊巨作 永恆定義 由你改蛇 Final Fantasy 手遊巨作 好了你轉了過來 我們看看這個耳機 這對耳機帶上耳機就是這樣的 它的設計是很貼服的 剛剛好放在耳窩的位置 然後就有一枝東西伸出來 然後我們 看看 聽聽這個耳機的音質 首先我最聽得最清楚的 就是它的低音 很夠力的 亦都有不同的層次感 中高音都挺清脆 挺夠甜 但是如果高音過 人聲少少的話 就會有輕微刺耳的感覺 整體的分析力很好 你可以聽到不同的音樂的層次 尤其是背景音樂和樂器方面 那些細節都聽得到 我覺得就算沒有打開它 Surround Sound的情況下 分析力和空間感都不錯 我們試一下再打開這個 X-Round Light Surround Sound Lv1和Lv2 我們來聽聽聽 我現在打開Lv1之後 它就有一點把空間感錯開了 即是你本身 人聲少少在這邊 樂器聲少在這邊 然後就會有一點錯開了的感覺 有一點 randomize 我剛剛聽這個是Lv1 Lv1的Surround Sound 我現在打開Lv2 我就聽聽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喜歡Lv1的Surround Sound 它開到Lv2的時候 就會將首歌本身 不是很明顯的details 把它帶出來 然後我的方向感 有點模糊了 你不知道哪些detail位 在哪一個方向 但是就很圓滿的 整體 音樂聲 detail位 所有的樂器聲 都很平均地分佈了在這裡 我喜歡用撿上來形容這個音樂的表現 你打開這個 Surround Sound的模式 就有一點點像Lightroom 或者Photoshop 或者你剪片也好 有一個slider 叫做Vibrance 它就會將一些本身 不是很濃烈的色彩 帶出來 然後又不影響本身 已經很濃烈的色彩 我覺得它這個Surround Sound的Lv2 就在做這件事 將一些不明顯的details 帶出來 同時又不影響到 最主要的人聲和樂器聲 但是 整個方位的感覺 就會模糊了 我覺得這個Surround Sound 可以幫助大家聽到一些 平常聽不到的細節 我們試一試講電話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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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到的就是XRound Arrow 在街上所收到的聲音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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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聽到的就是XRound Arrow 低延遲真無線Lv2耳機 在室內所收到的聲音 這雙耳機我覺得它的音質其實是不錯的 在中低音的分析力上 我亦都覺得不錯的 我們再調回鏡頭說一個很簡單的總結 XRound這間公司本身對聲學很有研究 它自己有出有線的耳機 亦有出一個叫做音效引擎的 訊號enhancer 對聲音這件事本身就很有研究 這次他們出這對XRound Arrow 就想大家知道 音質和低延遲是可以共存的 在看這對耳機的時候 你會留意到它有很多的細節 都很注重的 尤其它的手機APP 又或者是聽到的音質 你都會留意到它是特意調教到這樣的聲音 除了可以聽到手歌的創作者本身上你聽到的聲音之外 亦都可以凸顯到一些細節出來 整體的分析力我被它相當高分 唯一有兩個缺點 它沒有這個detect 帶入耳朵的功能 亦都沒有主動降噪 但是如果考慮音質和考慮低延遲的話 這對耳機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這間XRound公司是一間台灣的公司 這對耳機就是Assembles in China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盡量解答大家的問題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以及按旁邊的鈴鈴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LED